杀不杀呀 不杀 为了以行后效啊 把他呀 放在这个城门外 加号 这加号这个刑法呀 您不太懂吧 这是五行以外的刑法 这五行呢 无非就是吃账徒留死 这加号是什么意思 是打一个木龙 木龙上面啊 有一个窟窿 把这个脑袋呀 伸出来 把这个加呀 加是什么呀 您看那水户传里 武松带的个没有啊 就是那个 加到这个木龙的外头 是连战龙呀 在加号 那加多长时间呀 这皇上也说了 加到死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听我给您说书 今天呀 咱们继续说着 雍正皇帝后妃 和自己儿子的故事 那咱们今天要说 哪一对母子呢 今天呀 咱们要说 齐妃李氏 和她的儿子 红石 在有清十二朝当中啊 要说这后宫 最为平和的 我觉得 就是雍正皇帝的后宫 虽然雍正皇帝的后宫 并不是有清一代 十二朝 嫔妃最少的 但是啊 真可谓是 挺消停的 因为这雍正皇帝 是职业政治家 后宫嫔妃都知道 即便自己呀 在皇上这受宠 那也只不过是 个人原因 皇上带着你 属于是 王八绿豆的关系 那看对眼了 对你的家族啊 也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说呀 自身啊 剩下的就只有导吃了 其实导吃啊 也不能太过分 为什么呢 这清宫啊 他有规制 这个不能以美色 乱朝政 乱朝纲 所以说呀 对这个皇后啊 嫔妃们啊 穿着打扮 也有规定 哎 不能太花手 过于的俏丽 您看这后宫啊 很多啊 嫔妃呀 哎 乃至是皇后的画像啊 除了这个朝服像以外呀 有很多就只穿一件黑袍子 那要说起这齐妃李氏来呀 那应该是挺漂亮的 哎 他自身的条件就好 齐妃吗 在满语当中 这个齐字啊 他意思为这个俏丽艳丽的意思 您看后来嘉庆皇帝的华妃嘛 这个华妃的封号啊 华字的意思 在满语当中 也是俏丽艳丽的意思 所以说呀 像有这一类字眼封号的妃子呀 那长得惹定都是不错的 齐妃娘娘啊 是内务府选秀进的宫 她是这个内务府上三旗的 汉军旗李文辉的闺女 选秀进宫以后啊 就被康熙皇帝指昏给了当时的贝勒印真 哎 您没听错 那会儿啊 这印真啊 还不是雍亲王 还是贝勒 四贝勒 但是这李氏 他到底是属于上三旗哪一旗的包衣 是哪一年进的宫选的秀啊 这个史料不及被宰 我也没查到 但是有一条就是可以肯定 这李氏啊 他肯定是上三旗啊 包衣出身 哎小名呢 叫奴才 有一点呢 普通读者就很容易闹误会 很多史料记载啊 这李氏啊 是知府李文辉的女儿 所以很多好朋友就认为啊 这李氏 他不是包衣 是这个外八旗出身 是这个普通的正身旗人 其实不是啊 宗人府遇叠 哎也就是这皇家档案当中 是这样记载的 他只是上三旗包衣李文辉女 所以说从这一点呀 我们就能看出来 这李文辉能当知府啊 那完全是因为自己有一个做妃子的女儿 这女儿进宫的时候啊 他也还只是个上级包衣而已 我们推断的完全有可能是后来 雍亲王为了扶持自己的势力 给自己这么个老丈人啊 捐了一个知府的官 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啊 常听书的好朋友也都知道 这雍正皇帝也这么干也不是一回了 选秀之后 李氏被指婚给了四贝勒印针 说实话 这起点是相当的不低了 侧附近呢 那是妻子 要是到府里啊 做个格格什么呢 那就是妾 在地位上啊 和后来被指婚的年妃是平等的 比这个乾隆皇帝的生母 女葫芦氏啊 那可是高的多了 要说这李氏啊 齐妃娘娘啊 混的不好 您看人家这个年妃没有 最后唠了个整人整脸 那婚事的时候位分是什么呀 皇贵妃 并且呀 和这雍正皇帝一同被埋到了太陵当中 算是生则同踏 死则同穴 和这大秦皇帝呀 算是随了葬了 有人说呀 这齐妃李是倒霉起手 就是因为生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 哎就是这皇三子红十啊 咱们在这儿啊先留个小伏笔 我跟您说啊 还真不太一定 这李氏啊 自个儿他也是活租 要说这李氏啊 凭借自己的美貌 刚开始到这个四爷印真身边的时候啊 还是挺得宠的 在年妃得宠之前啊 还是真没少给这雍正皇帝生孩子 康熙三十四年的七月初六 就给这印真啊 生下了第二个女儿 就是后来的呀 和硕怀克公主 这位公主啊 可说这雍正皇帝的掌上明珠 这雍正皇帝的掌上明珠啊 不多啊 就只有这么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这一位公主 才活到了成年 其他雍正皇帝的女儿啊 都是这个幼年早伤 显然啊 这雍正皇帝很怜爱这位公主 自己的这位二女儿 因为这公主死的时候啊 雍正皇帝那会儿还是雍亲王 所以当时这公主的封号啊 只是郡主而已 康熙六十一年啊 这雍正皇帝登基 转过年来三月初四 就追封这孩子呀 为和硕格格 然后这雍正皇帝觉得不行 这格局小了 紧接着又把自己这女儿啊 追封为和硕怀克公主 并且在雍正十二年十月 给自己啊 这个守着官夫的姑爷 一下子就补发了十年的工资 紧接着这李氏啊 又升下了红分 可是两岁的时候啊 这红分就早邀了 康熙三十九年 又升下了红云 可是红云呢 也没能长大成人 到了康熙四十三年的时候 就生下了这黄三子红十 这红十啊 是李氏唯一能够长成人的儿子 我想啊 常听我说的好朋友肯定对红十这个人啊 他不陌生 这位阿哥呀 是咱们讲啊 这个清宫一案开篇时候的人物 咱们这个系列第一个故事 讲的不就是这个雍正皇帝和红十的关系吗 不过呀 您放心 咱们这故事啊 不再重样的 您接着往下听 要说这雍正皇帝啊 可以算上是一位啊 圣名逐兆的天子 不过他呀 也有看人看走眼的时候 在册封李氏为妃的册文当中 这雍正皇帝啊 是这样评价李氏的 自尔妃李氏 事公殊慎 秉姓安和 曾养成皇代后词语 以册封尔为齐妃 那这李氏 他到底是不是这丙姓安和呀 哎 这事啊 很难说 这话头啊 得从这雍正元年的正月二十六日说起 在浙江 浙江巡抚李富的衙门外 来了一位啊 这锦衣玉带穿着阔绰的人 这个人呢 和别的人不一样 怎么呢 他嘴巴上啊 没有胡子 并且呢 说话呀 薛薇的有点激疗激疗的 在这衙门以外呀 钉子不站稳 横打鼻帘 哎 点名道姓的 要见着巡抚李富 这差异们一看呢 呦 这位爷好大的派头啊 于是啊 不敢惹 就只有把他呀 先让进了衙门里 一问才知道 这位爷呀 是宫里来的 是为太监呀 叫做郑进忠 是宫里呀 李娘娘身边的总管 他说了 说这个李娘娘啊 差遣我啊 到这个五台金顶 和南海普多山 两地区进乡 如今呢 这个五台金顶啊 已经去完了 现在呢 到这个南海普多山进乡啊 因为道路难行 所以呀 就到这个巡抚李富这儿 索要马夫和马匹 这李富听完之后啊 冷笑一声都没犹豫 直接呀 就把这李进忠 给逮起来了 哎 要说这李富 他怎么这么大胆子呀 他就不怕 这娘娘在背后 跟皇上吹枕边风 给他小鞋穿吗 万一要是真的 他可怎么弄呢 这李富啊 心里明镜似的 这个士祖张皇帝 曾经有过旨意 这清朝的宫里太监呀 是不能私自出宫的 无故啊 离京师实理者 当然这里说的是太监了啊 哪见哪杀 要说这李富啊 还算是给皇上家面子 当时还真没把这个郑进忠 就开刀问斩 把这个太监呀 直接呀就押回了京城 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呢 这雍正皇帝下旨 说这个郑进忠啊 是一个屡次逃走的惯犯了 杀不杀呀 不杀 哎 为了以行后效啊 把他呀 放在这个城门外 加号 这加号这个刑法呀 您不太懂吧 这是五行以外的刑法 这五行呢 无非就是吃账 徒留死 这加号是什么意思 是打一个木笼 木笼上面啊 有一个窟窿 把这个脑袋呀 伸出来 把这个加呀 加是什么呀 您看那水户传里 武松带的个没有啊 就是那个 加到这个木笼的外头 是连战笼上再加号 那加多长时间呀 哎 这皇上也说了 哎 加到死 这事啊 不用过多的猜测 那一定是这齐飞李氏 指使他去进乡的 您想啊 一公里的死太监 还屡次逃走的惯犯 逃走一次逮回来 那不就弄死了吗 这皇上家内务府 还容得他屡次逃走 所以从这也能看出来 这李氏自个儿啊 他也是够作的 这雍正皇帝 对红石的评价呀 就是说这孩子呀 少年放纵 行为不紧 当然后来呀 把他过去 给了自己的 最大的政治对手 就是这个八爷印寺啊 当然到了雍正朝啊 就是这个连亲王允寺 后来呢 这个和这个允寺一同获罪 在圈禁的时候啊 这孩子 欲而终 吓死了 其实啊 从很多细节上边啊 我们就能看出来 这红石身上啊 确实有很多的毛病 难怪呀 他爸爸不大见他 你像他跟这个允寺 允堂允娥 这些个雍正皇帝的 政治对手走得近呢 这都是啊 咱们前面讲过的 关键是啊 作为挺大的皇子啊 还小调 还呀 还占个小便宜什么的 就在雍正二年的冬天 这红石的师父 也就是他老师啊 王茂红 回乡奔丧 作为学生 又是皇子啊 这个红石呢 就想表示表示 可是从自个儿兜里 往外掏钱呢 自个儿又肉疼 哎 怎么办呢 他一拍脑门啊 想起个人来 谁呀 他们家的这个旗下属人 年庚尧 好家伙子嘞 这年庚尧啊 在西北用兵 那肯定是有的是钱呀 于是他就拆遣自己的半铜 到这年庚尧家中拿了一万两 给了自己师父王茂红 说是戒呀 实际上啊 这戒笔窗 他痒痒多了 您想去吧 他能还吗 这事啊 让雍正皇帝知道了 给这红石啊 是一通臭骂 从此啊 这爷俩的关系啊 更是雪上加霜 直至这雍正五年 红石被忧死在宗人府 忧所当中 得嘞 我是啊 天天在这儿 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咱们呀 明儿见